從喝那個晶晶如蠢之後 然後長大之後我們吃珍珠奶茶 我剛開始吃珍珠奶茶 我會覺得說哇真聰明 可是我後來覺得那珍珠不對勁 是它太Q了 因為我回小的時候吃的珍珠 它應該是班淑本做的 應該跟那個昏鳥是差不多 有Q可是不至於Q不到現在年紀大了 然後喝一大杯珍珠奶茶 就根本不用吃飯了 因為光消耗那些珍珠就要花掉 將近一個鐘頭 而且你會有強烈的飽足感 搞半天是他加了很多的說話劑 那這樣子像我同事他們是李化老師 他們學化工的 他說你不要以為只有那些濃縮果汁 喔對講到濃縮果汁 我在那個飲料店裡 我朋友開咖啡那個茶飲了 他那一桶像那個砂油桶那一大桶 然後那個黃黃的濃縮的東西 他叫做香奎克 那不管你點的是百香果汁啊 柳橙汁啊 雞茶啦 或者是水果茶 反正就加那個 shake杯的那上面 那種小小瓶蓋 差不多3CC而已 然後他調出來就很黃色 然後味道都很香 所以我從此以後就不喝果汁 但是呢 正當我沾沾自喜的時候 我對面老師說 你難道不知道你喝的茶也有問題 我說啊 又有問題嗎 他說那個茶筋啊 看你要洞鼎味道的還是紅茶味道的 還是那個什麼什麼青茶 那個只要一滴喔 試管一滴調出來就是一大桶茶 我問他說那冬瓜茶可不可以喝 他說冬瓜茶那個糖塊一定要加防腐肌啊 我說那還能吃什麼 就像老師講的 什麼都不能吃 其實想一想有了工業文明之後 我們開始有加工 食物加工之後 這些化學的東西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所以你高興說 電視上報的你都沒有吃 可是事實上你每天吃進去多少的 這些化學的東西 因為我們常常是說 我們那個檢驗的數字 比如說50ppm以下是合理的 你吃到40了 然後他吃到30 然後我就很高興 對對對連個30、40 這感覺像不是不在笑白的 其實我們都有吃 對啊 那根據統計 我們一年青菜所含的農藥量 一年下來 平均那種980cc的牛奶 塑膠品的那種 我們一共喝了大概兩瓶半 只是我們不是一次喝 一次喝的話台灣就滅腫了 我們是一年 然後這樣子一直不斷的吃 所以現在肝癌當然是指數很高 因為得到肝癌的人 那個真的到末期才會有真的有反應有感覺 那這些都是積越人的讀書 好不講這種難過 講一些專業的 那個未來的戰爭已經在現在開戰 然後不再是搶石油的資源 現在是搶水的資源 然後有先建的大國他們很清楚 誰掌控的水資源 誰就是擁有未來 所以呢回過頭來講 講糧食不足的問題 那些糧食不足的問題 那些糧食他們的糧食那麼嚴重的不足 第一個歸因於氣候 因為他們乾燥 然後整個全球暖化之後 氣候就更糟糕 所以他們沒有水 再來他們沒有那麼高段的教育文明 所以他們沒有農業技術 可是好在其他的國家 像我們台灣的那個農業技術團 就很強 就可以去指導他們耕種 然後再來呢 最重要的是 他們把他們有限的面積的田地 去種植經濟作物 比如說咖啡啊甘蔗棉花 因為這樣子他們才能夠賺錢 他們根本除了缺糧食 他們更缺錢 所以當他們把那個有限的土地 拿去種經濟作之後 他當然沒有主食可以吃 所以現在就變成說先進國家 像世界農食糧食組織 還有聯盟國這些善心人士 就不斷的要去那個籌作那個錢 然後買了糧食 然後去支援非洲 因為他們完全真的沒飯吃 那你說他們怎麼都不種 那麼懶 不是 他們土地就是種那些經濟作物 因為為了要賣錢 那賣了錢之後呢 你會發現這是非常不公平的貿易 各位 我們在Starbuck 買一杯咖啡100多塊 那你知道嗎 那個農民種出來一磅咖啡豆這樣子 胖胖一磅咖啡豆一包 根本賣不到一塊錢美金 所以就有人開始去推 那個公平貿易制度 也呼應了這部片裡面 最後那P2P 就是小農經濟 然後呢 有些人他提供更好品質的東西 然後拿出來賣 現在缺的是平台 因為願意買這些好東西 然後用比較合理的價格 讓他們賺錢 其實大概有人在 但是就是缺少了這個平台 然後一旦有了網路這個平台 其實說穿了 那些有心人士如果要詐騙的話 他也會架一個平台 然後賣給你東西 然後賺個錢 然後告訴你說 哦這是公平貿易的經濟哦 台灣目前我查過 我買過的經濟中 我只有Starbuck 有進這個公平貿易凍 至於蜂蜜啦 什麼棉 棉花啊 什麼糖啊 這些我通通都找不到 目前我們能夠買到的 只有咖啡凍 那這樣的這個公平貿易的平台必須要 我覺得政府也應該要發揮力量幫忙 要不然會變成詐騙集團的溫床 一個窗口 那因為錢太好騙了 今天我上網查一查 比如說那個小額貸款 然後一票名單 你要我贊助10個沒問題 可是問題是我這個錢出去 我怎麼知道你們當他手裡 所以這個平台很難見 就是因為誠信的問題 那誠信問題就牽扯到人的問題 人性的問題 那第二個我想 呃 談的是一個很重要 因為每次那個WTO啊 或者G8 他們在開會的時候 外面很多那種反全球化的人 那他們對於那些非洲國家的那種小國 當然投以同情的那個 眼光跟贊助的行動 但是我反過頭來先問大家 大家知不知道我們國內有一個 基本的農 農糧的保障價格收購 就好像以前種煙草的啊 美農那邊不是種很多煙草嗎 然後那農民種好之後 政府就用啊 比如說一公斤多少錢買回來 所以我們現在談的農民的米 也是一樣啊 政府用講保障價格的收購 因為他們是看片示範啊 很可憐 然後那種菲律賓的啊 那東南亞那個米多便宜啊 根本 種的都不付成本 所以政府我先談的是保障價格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是好的哦 因為要保障他們的生計嘛 所以各位你們同意同意這個保障價格 對農民是一種照顧 同意的請舉手 對保障價格的收購 好手放下謝謝 那現在問題所在就是 在那個貿易談判組織會場外面 這些反權區文化的人 他們拿的牌子是什麼 張大清除你看到電視新聞是 取消保障價格制度 為什麼 因為他說你你的先進國家 會提出這種國家的都是福利國家 比較先進的國家 首先第一號那個頭號大敵人是美國 他們幾乎什麼產品都是那種大量的種子 所以他們有一個保障價格的制度 歐美先進包含我們台灣都有 那當我們這些國家在做貿易的時候 那些非洲國家他們東西呢 可能賣相差一點 可是他有他相對的品質 然後他拿出來賣的時候 他們政府並沒有保障價格收購 所以在非洲農民種出來的甘蔗 做出來的蔗糖一公斤算出來成本 可能假設100塊 可是先進國家他們有保 政府把他們價格收購 然後做出來那個價格可能一公斤40塊 那你說最後重點是誰買單 消費者買單 消費者你在面對這樣的糖 非洲人做出來糖一包100塊 然後我們台灣或者是美國進口一包40塊 你買誰的 低價策略一定會成功 因為經濟學的需求法則告訴你 貴的少買 貼的硬的硬多買 所以我覺得我會提出來這個 就是我在教學現場的時候 我講給國中生聽的時候 他們都知道 對啊要支持小農經濟啊 要保障公盈價格的貿易啊 可是問題面臨到消費者花錢的時候 你一定是選省錢的花嘛 然後呢兩難的問題是 那取消保障價格 因為非洲人他們非洲糧食的 他們有自己他們的那個非洲國家的聯盟 他說新進國家 你們其實不需要給我們那麼多的糧食 你只要願意買我們非洲人的產品 你就可以取消很多的糧食的援助 你不要給我們魚吃 你讓我們有釣魚的技術跟資源 可是我看到最為難 講課講到最為難的地方就是聯盟 你怎麼跟我們台灣農民說 我們現在不保障價格收購 不買那個煙草或什麼蔬菜 全部放任自由經濟制度 自由經濟制度的話就是優勝劣敗 這樣也不對 所以我不想讓大家那麼聽懂我的意思 我覺得好 我一難不知道到最後要怎麼講 好 祝大家健康 謝謝 這個意思很大 很大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